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对中国政坛局势的预测 今天终于全部应验了 虽然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理性分析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而今天证实的我们分析是准确的 习近平将在二十大正式的连任中国最高的领导人 过去我一直认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除非有意外发生 而今天越到马上要开始二十大的时候 这种中间出现变化的这种意外情况的可能性 也越来越低 直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断定 或者说已经可以证实最终的结果 没有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 虽然中共新的常委名单还没有出来 这个是需要等到二十大会议结束之后 然后再召开二十届一中全会 然后结束才能够这些常委在公众面前露面 所以说常委名单还没有出炉 但是习近平本人他的权力将会延续未来至少十年的时间 为什么这么笃定呢 因为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 没有人能够忽略事实 即使很多人感情上无法接受 仍然一厢情愿地相信事情朝着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但是所有人只要稍微有正常理智思维的人 都应该知道他们再怎么躲避 也必须勇敢地面对真相 虽然这个真相是残酷的 大家如果看我节目时间长了 自然就知道了 我们分析是基于逻辑事实 以及对中共的体制 中国的国情的深刻认知 得出的最接近事实的答案 二十大的正式大会将在明天举行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准确的消息 首先是在二十大前一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之前我们讲到了要召开这样的发布会 而发布会里边最重要的内容 除了讲到二十大的流程以外 他已经提到了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这次二十大工作报告的起草人 这个起草组的组长就是习近平本人 这等于是宣告了下一届的中共的总书记 将会是习近平 因为之前的惯例都是 谁要下一任担任总书记 那么那次大会的起草人就是他本人 比方说当年江泽民交棒给胡锦涛 所以胡锦涛就是两次 因为他连任一次 他是两次的大会的起草人 这个起草组组长 这是十六大十七大都是胡锦涛 然后到了十八大十九大 因为这个从十八大开始 习近平要接班 所以十八大十九大的报告的起草组组长 就是习近平 而如果按照惯例 下一任的这个领导人出现的话 那么这一次二十大的起草组组长 就应该是那个新的总书记 将会接任总书记的那个储君 但是习近平没有储君呢 之前党内传言说是孙政才可能是储君 对吧 至少孙政才是被团派的人看好的 是胡锦涛 温家宝 力挺的 我们都知道 他成为储君之前就已经被干掉了 他下台之后实际上就已经打破了惯例 已经明确的告诉外界 不会有接班人 还是习近平 而今天再次证实这一点 习近平成为第二十大的起草组的组长 这个报告由他来撰写 那么当然后面十年就是由他来继续执政 所以说这个信号已经是再明确不过了 虽然前面有无数个明确的信号 同时呢 在当天15号的时候 二十大的预备会议召开了 我们看到预备会议的人员的安排 在主席台上面 不管有多少人 他的名字都叫习近平 因为整个主席台只有他一个人 所有的官员全部都在底下 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 所有人都做好了 等着习近平来 他在走向皇位的时候 全体起立鼓掌 这就是大领导来了 百官要做好准备 进见圣上这么一个上朝的顺序 或者说一个安排 或者说非常接近那样的一个场景 这也是我之前讲过的 这一次的与众不同 不仅仅他要接第三任的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同时他是永久执政 因为你已经打破了惯例 甚至是修了线 所以他不是连任第三次的问题 而是他彻底的改变了 今天就是至少改革开放 过去这40年的中共的制度和方向 也就是说他成为了即毛泽东 甚至都跳过邓小平 即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不可或缺的伟大领袖 他通过他的思想 包括这次二十大当中 要修改这个党章 把自己的思想两个确立写进去 当然也有可能再加上一个两个维护 写入党章 等于是在法理上 在共产党自己的章程当中 确立了习近平 这个在毛泽东时代之后 后毛泽东时代的 这样的一个绝对统治的地位 他跟共产党的命运 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 这样的这个伟大的目标 或者说整个国家的兴衰 人民的福祉 完全的绑定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 就像我之前讲过的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现在是铁打的领袖流水的官员 下边的官员都属于技术官僚层面的 都是可以谁上谁下 然后这个可以不停的安排 调任职务什么的 失去权力 提拔上来等等等等 可上可下 但是习近平已经脱离了这个层面 他已经不是众多中共高层的官员之一了 他已经通过共产党的造神运动 已经成为了不可取代的 这个绝无仅有的世纪的伟人了 当然我说这些话来 觉得都很肉麻和恶心 但是这就是共产党今天要打造的 或者是习近平要打造的人设 在党内的地位 然后这也是共产党全体 他们为了共产党的生存 可能会放任 或者说这符合他们的利益 所以说二十大的主席团的委员会成员 现在已经名单出炉 一共有46人全部都是中共的党政高层和已经退休的元老 基本上所有人都囊括进去了 从习近平开始到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滬宝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 丁薛祥 王辰 刘贺 许其亮 孙春兰 李希 李强 李洪忠 杨洁 杨小杜 张又霞 陈希 陈全国 陈明尔 胡春华 郭升坤 黄坤明 蔡奇 后面是元老 江泽民 胡锦涛 朱镕基 李瑞环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张德江 余正生 宋平 李兰青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 贺国强 刘云山 张高丽 尤全 张庆黎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这些人就算不想进到这个委员会当中 都会把他加进去 这些官员 他们没有自己的自由 你以为他们可以说一不二吗 他们可以有自主权吗 自己的投票权吗 他们所有人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党性 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党员 要有党性 党性是什么 听党话 跟党走 所以哪怕你是江泽民 胡锦涛这些人 都是 你也是党员 不管你有 曾经有过多大的权力 你现在身份是一个党员 你只能跟党走 只能听党话 党让你干什么 你就只能干什么 所以说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这些人其实 他们就算有一百个不愿意 就算他们不喜欢习近平 不希望习近平上 但是他们已经被架到这个位置上了 他们没有权利说不 明白吧 没有权利说不 而且他们 其实 他们真的想说不吗 也不一定 因为他们还想拥有现在的待遇 和这个残存的那么一点影响力 就是如果他们谁是刺头 决定说 我就是跟现在的党中央对着干 不好意思 那你就是薄熙来的下场 对吧 所以说没有人会 不仅自己 这一辈子 一世英明要毁掉 当然 这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上 那么可能外界欢呼 说这样的人 英雄人物 赵紫阳就出来了 对于党内来讲 你就是叛徒 你就是对党的背叛 没有任何一个人 坐到那样的一个位置上 会选择走另外一条路 他们不光是他们自己 还有整个家族呢 对不对 你想想他们这些家族贪污多少钱 你想想他们这些人 手上有多少血债 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的了解了 共产党这个 利宁主义专政的体制的话 就会知道 说这里边会出现某个人 怎么样 扭转乾坤 这种可能性几乎是几乎是为零的 除非那个人 像是毛泽东 是邓小平 是拥有绝对军权的 否则的话 是不可能有任何的 把这个党的整个性质给改变 或者说对这个党的政策 有180度的转变 这些人 一没有权利 二没有机会 三他们甚至可能没有这样的意愿 虽然我们讲到说 他不是铁板一块 对吧 那是在一个框架之内 就是已经有这么一个方针路线了 就是在你不违背党的意志 不违背党的利益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怎么改革 我们怎么吸引外资 怎么发展经济 这里边是可以有不同的声音的 不同的路线的这种 看谁的路线更好 更有效 但是最终的目的 还是为了 都是为了维护党的统治 为了维护党的利益 这个大框架是不变的 所以如果我们宏观的去看 他本身他就是铁板一块 如果他不是铁板一块的话 他也不是共产党了 他就早就是不 苏联共产党的后尘了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铁板一块 如果讲到党的纪律 讲到党员的这个党性 他就是铁板一块 他们所有人都是这颗党的螺丝钉 或者说都是这个党的炮灰 都是党的牺牲品 随时可能会成为这个党的牺牲品 现在他们是这个党的既得利益 他们不会为了他们素不相识的 所谓中共的底层人民 甚至是海外的反共反华 这些民运分子 为了他们去牺牲自己和整个家族 如果对他们有这样的期待的话 那就是有一种几千年以来的 这种专制思想的困扰 因为很多中国人确实从这个传统上来讲 就是期待有个明君出来 期待有个包青天 这个大老爷能够为民做主 对吧 就是很多人还是祈求上边能够出现忠臣 能够出现建臣 对吧 能够劝说皇帝改好 就是总之老百姓他们自己是没有权利的 或者说是不愿意去牺牲付出的 那么总是期待着你的奴隶主 对你更宽容 更仁慈的话 那么你永远都是奴隶 永远都是韭菜 所以今天的中国现状就是这样子 大多数人逆来顺受 就接受这样现实的 反正社会主义铁拳还没有打在我们身上 哪怕打了 可能觉得能忍忍就过去了 只有少数的被打疼的人 或者说因为阶级关系 或者说历史上跟共产党有仇的 像我们这家族 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现在回到二十大 这么多的党政高官和前朝元老们 他们都在这个主席团当中 推出了任何的政策 任何的方向 任何的这个报告方针 未来中国要怎么走 或者选举出哪些新的领袖 那么每个人都是帮凶 每个人都是促成最后的这个结果的一部分 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一条船上的 这就像一个地下黑社会组织 共产党过去也是这么做的 你加入这个组织了 首先你得先有交投名状 对吧 你得先杀点人 你得先手上沾血 你才是我们人 因为我们都有沾鲜血了 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了 对吧 不可能只有你是 我支持自由民主 我多么的完美无瑕 我是出淤泥而不染 共产党不会允许这种人出现的 这就为什么过去温家宝家族的这个企业 他的这个贪污腐败的问题 被彭博社还是纽维时报 这两个家媒体其中一个吧 收到了一包裹 关于温家宝家族的信息 爆出来他们家族有多少亿多少亿的财富 这个谁给的资料呢 当然是党内的某些人给出来的 你天天的说什么自由民主 什么要政治体制改革 不好意思 你也不干净 跟我们是一样的 你别说出这种话去 好像所有错都是我们 你是最连接 你是最明白的 不好意思 你也是一样的 这是过去党内斗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今天我简单的提及 习近平这一次连任 和他未来要做的事情 以及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包括战狼外交 包括动态清零 包括封杀舆论 包括打压异见人士 抓捕律师等等等等 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这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 或者说这是整个这个党 他们为了维护这个统治 他是一定是做得出来的 一定是愿意这么做的 所以我看到海外的媒体 也都纷纷的开始 朝这个方向来预测了 法国的世界报说 习近平的目标是 无穷无尽的权力 美国的CNN也说 中国的经济现在陷入了困境 而习近平将会在未来十年 拥有权力 其实这是我们做时政分析 早就预测到的 只不过很多人不敢说出这种话 到今天已经临近二十大了 也不太可能会发生一些特殊情况了 也不太可能会有什么 太大的变数了 这些国际大媒体也纷纷的开始这么讲了 我看到全球最知名的智库 兰德公司 他们做出了一个分析 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 他们说习近平将会获得第三任期的权力 而且对中国内部政治的影响力是可以说空前的 远远超过前几任 但是党内仍然还是有一些人对习近平的政策有抵触心理 或者说他在这个实现他的意志 贯彻他的政策的时候还是会受到一些阻力的 但是他说这种阻力反而对全世界并不是件好事 正是因为有一些阻力他更要加强集权 他更要做出非常夸张 甚至是鼓动民族主义对吧 对外的这种冲突 加强紧张的局势 以此来凝聚党内的力量 换句话说他会继续的加速 甚至不会踩刹车 而是踩油门 加速朝着他想走的那个方向前进 所以我看到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发出了一个联合声明 他讲到二十大召开 习近平巩固自己的权力 习近平获得第三任期 只会继续这条镇压 经济胁迫和地区不稳定的道路 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 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 更大胆 这将对美国和所有的盟友 产生巨大的影响 美国人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他们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政策 正在加紧跟中国脱钩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同时对中国进行科技的封锁 就像我之前说的 中国今天能够有实力和底气 去跟美国硬碰硬 那是因为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年 他从西方那儿获得大量的利益 他这些利益成为了他今天有底气的一个基础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必须要釜底抽薪 就是减少对中国的技术输出 经济输出 人才输出 慢慢慢慢减少中国政府可利用的资源 这样的话 他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和对西方的威胁 就会减轻 因为他实力不足了嘛 只有这样中共内部 由于分赃不均 由于蛋糕越来越小 由于资源越来越少 而发生内部冲突 甚至是四分五裂 这个可能是唯一 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会倒台 中国会变天的唯一的可能性 而当然这么做 必然会导致在共产党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情况下 他只能加紧对整个全社会的压榨和剥削 也就是说 在看到那一天之前 在中国的中产阶级 城市中产 企业家拥有财产 很可能他们会成为韭菜 其实现在已经看到了 慢慢的这个铁拳会打向每个人 不管你是反贼还是小粉红 总之你只要在中国 可能都难逃一劫 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 这是事实 我只负责讲出事实 很多人感情上是不是受到伤害 内心深处是不是能够接受 这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有人愿意活在 所谓的什么中南海听传师 这些编故事人的这个幻觉当中 用什么习上理下的这种说法 来麻痹自己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说这些人不适合看我节目 看我的节目的人至少有某种程度的理智 能够面对残酷的现实 并且做出相应的判断 或者想办法自保 不管有多少人骂我 我都会继续的做这个 大洪水来临之前的吹哨人 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